寒冷的冬天 女人坐在加热器旁观看冰湖比赛 顺便把手套摘了下来 这时椅子下流出不明液体 她没看到 用手斧坐椅时手臂烧焦 然后触点身亡 村民们都在看冰湖比赛 没人注意到她 老奶奶闻到一股烧焦味 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她 于是立刻吹哨叫停比赛 村民看清死去的人后 脸色各异 死者名叫CC 圣诞节前夕 她答应参加女儿歌唱表演 却没有如约前去 干嘛了呢 和同事搞在一起 完事后 拿起一个圣诞球 球是她妈做的 就剩最后一个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岁那年 她妈把圣诞树上 所有的装饰品都扯了下来 玻璃弄得到处都是 后来被她们带走 说着 同事拿起相机为她拍摄 并向她申请告白 她没有回应 看脸手表 立刻从床上起来 知道同事想和她在一起 但女儿唱歌 她还是要去一下的 同事的意思她没明白 是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这也就是同事不懂事了 她不想永远 只想寻求片刻欢愉 好在心里还想着女儿 在女儿唱歌前一秒 赶到焦糖 女儿高兴地大声歌唱 可她却连一眼都没看 整首歌下来 竟跟身旁的丈夫吵架了 回到家中 她把玻璃圣诞球 挂在圣诞树上 对于女儿的抱怨 她毫不在意 丈夫见气氛有些尴尬 邀请女儿装扮圣诞树 女儿不小心碰碎圣诞球 急忙向她道歉 她却突然大发离停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和丈夫结婚 还生下这样的孩子 隔天 三村村举办冰湖比赛 CC盛装出席 她并不是参加比赛 而是让同事拍照 村民们对她议论纷纷 丈夫看到她和同事亲密的样子 立刻泡了杯杏仁奶给她送去 和同事寒暄两句便离开了 冰湖比赛即将开始 她准备去座位上观战 半路被金发女等着去路 她曾答应金发女 要向皮特罗夫展示金发女的作品 金发女想问问什么情况 她随意敷衍两句 打发走金发女后 来到她的专属座位 座位上有加热器 烤得她非常热 把手套脱掉放在一旁 准备起身看比赛时 手背椅子烧焦 然后触点身亡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立刻报警 警长阿尔蒙接到上司电话 要求她前往偏僻的三村村处理案件 到三村村和警方寒暄一番后 她立刻开始进入调查 尼克探员向她描述案件 死者CC 观看冰湖比赛时被垫死 手脚都被烧焦 曾写过一本书 名叫平静 她觉得很奇怪 一个人怎么会在光天花日下 被电色 看了眼案发现场 询问加热器是哪里供电 由放在不远处的发电器供电 查看发电器时 发现了被大选妹妹的车用电缆 电缆长度正好到座椅的位置 这就表明 CC的死不是以外 而是被人谋杀 可谁会用这种复杂的手段进行谋杀呢 要想搞清楚这些 就得面见CC家人 到达CC家后 女警不禁感叹 谁会把这里改造成住家 原来这里是原住民寄宿学校 19世纪30年代 加拿大政府出自建立 说是寄宿学校 其实就是强制原住民儿童入学 改变孩子们的信仰 阿尔蒙从丈夫口中得知 CC写的平静即将出版 冰湖比赛那天和同事一起去往现场 同事住在蒙特利尔 不过在三松村有套房子 是专门为CC准备的 两人经常在一起拍照 是为了下半数做准备 而且在冰湖比赛现场拍了照 这样看来 同事又或许拍到了熊手的照片 阿尔蒙觉得丈夫不是很悲伤 于是询问丈夫 觉得谁有可能伤害CC 丈夫是这样回答的 CC不是特别好相处 没有耐心 受不了愚钝的人 还得罪了周围不少人 但并不意味着有人想要杀他 丈夫这里没有线索 只能询问女儿 阿尔蒙能看出女儿非常难过 安慰地方一番后 决定去填饱肚子 仅仅刚进入餐馆 原本花生笑语的人们 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得鸦雀无盛 阿尔蒙看到墙壁上挂着CC的画像 想知道作者是谁 老板给他介绍了金发女 其实这幅画是金发女照着照片画的 CC表面上看起来完美 实则另有乾坤 隔天 阿尔蒙选择一个叫平静的地方 作为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 CC的书名恰好也是平静 他怀疑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老板娘却说 平静中心在这里20年了 CC没那么久 名字一样不过是巧合罢了 尼克根据CC信用卡消费记录查到 过去一年里在蒙特利尔开过很多房间 阿尔蒙让他把入住和退房之间都拉出来 要造成CC死亡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必须站在水里 必须空着手 必须能摸到唯一通电的东西 电流必须穿过身体 通过脚进入水中 作为下面的水字是洗衣液 站在水里这个条件满足了 当时CC确实空着手 你能摸铁质的椅子 铁能通电 第三个条件形成 可雪地薛是绝缘体 电流是怎么通过他的身体 传入脚底的洗衣液里呢 女警查到 CC当天没有穿雪地薛 而是穿着带有金属定纹的靴子 金属可以导电 现在四个条件都已满足 所以CC就这样必出去了 尼克查到 CC和同事关系有点暧昧 阿尔蒙立刻找上同事 同事坚定的表示 他和CC只是工作关系 而且他是个已婚人士 怎么可能和CC搞暧昧 当被问到照片的事时 他略显紧张 但还是把冰湖比赛现场的照片 交给了警方 随着调查的深入 阿尔蒙发现村民都说和CC不说 可每个人都对他充满怒气 这样他不禁开始怀疑 整个村子的人都参与谋杀CC 事件发生一年前 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躺在床上 一位白衣女子来看他 他激动不已 谁知白衣女子拿起枕头 直接误死老太太 便误便说 这是怀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希望你滥在地狱里 白衣女子正是死去的CC 老太太是谁呢 她又为何要杀死对方 时间回到现在 阿尔蒙被抓捕凶手 喊着村民 准备还原冰湖比赛时的场景 让村民站在当时的位置 经过还原现场发现 凶手非常聪明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冰湖比赛上时 迅速把电缆连接到椅子上 警报收音响 立刻拆掉电线 然后埋在雪里 精确地选择了作案事件 女警查到 CC的丈夫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 没必要工作 属里握着一批电器发明专利 也就是说 她对电非常了解 难道电也是她的杰作 女警还尝试调查了CC的父母 可奇怪的是 什么都查不到 既然CC的书名是平静 那她父母有没有可能 和平静中心有关 或者说和平静中心的老板娘有关 想到这里 阿尔蒙立刻找上老板娘 询问CC父母的情况 她读过CC的书 明显感到目前对CC来说非常重要 老板娘就不这样认为 CC是那种只在乎自己 不在乎别人的性格 怎么会觉得母亲重要 自己其实也不太了解CC 猜测CC来三双双是为了寻求庇护 离开前 她看到墙上的一句话 保持平静 知道我在这儿 貌似是圣经里的话 让妻子查了一下 这句话的原话是 保持安静 要知道我是上帝 她理解上帝被改成我 却不理解为什么把安静 错写成平静 妻子觉得不是错写 而是故意的 另一边 监视同事的男警 发现她准备烧东西 立刻上前阻拦 并把她带回去问话 尸检报告出来了 CC血液里的烟酸含量极高 烟酸类似于维生素B3 人们经常用它来排毒 如果剂量过高 会造成皮肤有灼热感 在CC死前30分钟 有人把烟酸放进她的饮料里 灼热感让她脱下手套 这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梦杀 只要椅子通电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让CC脱下手套 是这个局的最后一步 两人正讨论着 男警带着同事出现 面对阿尔蒙的询问 同事终于说出神话 确实在和CC搞白玉 并把冰湖比赛当天的照片 全部上交 之前只交了一小部分 男警从中发现一张 丈夫给CC倒咖啡的照片 对于CC妈同事倒是知道一点 原来CC从小就受妈妈虐待 同事对CC的爱 排除了她的嫌疑 现在嫌疑最大的是丈夫 谁知道丈夫给CC泡的是普通咖啡 还是含有烟酸的咖啡 而且最近丈夫的财物出了点问题 尼哥还查到 CC生前购买了一大笔保险 收益人正是丈夫 为保险金杀人 合情合理 阿尔蒙立刻找上丈夫 丈夫精通电器 做把电影对他来说 简直易如反掌 面对警方的指控 他百口莫辩 CC去世他不难过 因为他解脱了 睡醒再也不用 被满脸嫌弃的凝视 也没人再伤害女儿 他爱CC 但也讨厌CC 如果可以 他希望把这个出轨的贱人掐死 不过他也就是在心里幻想一下 要真让他做 他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保单现在只是间接证据 警方没有直接证据 表明这一切是丈夫干的 阿尔蒙在路上 遇到一位手捅鲜花的老奶奶 老奶奶拿花去探望他最爱的人 30年前 女儿和丈夫开车回家 遇上暴风雪 不幸吃火身亡 她此次前去就是祭拜两人的 这时 尼克在CC的书中 找到CC妈的姓氏 和刚刚那个老太太姓氏相同 阿尔蒙在教堂找到老太太 其实她不是CC的母亲 而是CC的阿姨 CC妈的姐姐 CC妈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经常被幼小的CC时报 后来住进两院 CC被父亲带走 父亲也不是个善茬 CC妈治好病后想把CC救出来 但最终没能成功 于是便开始酗酒 一年前死在蒙特利尔一家精神病院 医生找不到死因 只能不了了之 之后CC就来到了三松村 但不是来寻亲的 只想确保她不透露CC妈是谁 她曾求CC让她参与CC女儿的成长 可CC却不允许 还威胁她 敢向外人透露两人关系就搬家 让她永远见不到女儿 而且她曾亲眼看过CC对女儿 恶语相笑 说完便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结束这次谈话 阿尔蒙想知道的还有态度太多 希望她能一一告知 无奈之下 她只能答应明天继续聊 晚上 阿尔蒙写出CC妈的姓氏 以及平静中心老板娘的姓氏 终于明白平静的含义 原来老板娘和老太太 紧密两是闺蜜 保持平静 是锦人名字的缩写 隔天 阿尔蒙如约来到老太太家族 合见人影 只见对方留下的视频 视频中 老太太承认是她杀了CC 洗衣也是她撒的 烟酸是她放的 电线也是她接的 之所以杀害CC 是怕CC布了C妈的后尘 虐待女儿 阿尔蒙出门时 看到了和平静中心一样的标语 于是立刻询问老板娘 老太太在那 得知地址后 阿尔蒙精忙朝那里赶去 与此同时 老太太独自走在暴风雪中 去往丈夫和女儿被埋葬的地点 打算在那里结束生命 关键时刻 阿尔蒙出现 救下准备寻死的老太太 就在众人以为案件结束时 尼克拿靴子的动作 引起阿尔蒙注意 视频中 老太太提到烟酸 洗衣液和电线 唯独没有提到靴子 促成CC死亡的四个条件 缺一不可 凶手应该是指向老太太 坦白了作案手法 没坦白靴子 而且凶手一定是让老太太 甘愿顶罪的人 说到这里 阿尔蒙知道凶手是谁了 立刻来到CC家中 此刻 女儿平静地坐在地下室 对于阿尔蒙的到来 她毫不震惊 地下室有个电影 是惩罚孩童用的 这个电影威力不大 不会害死孩子 只会让他们尝到痛苦 女儿做电影的灵感 就来源于此 女儿没有否认 CC总说有问题 要自己解决 所以她就出手了 只是有样学样而已 原来她曾亲眼目睹 妈妈杀死外婆 常年遭受母亲 冷暴力的她 选择亲手解决母亲 女儿最终被警方带走 案件就此告破 可在这个神秘的村庄中 还有一个个离奇的案件 正在发生 夜半三更 雾气环绕 一群人的桌线打破这份平静 他们哥哥手提油桶 兔猫来到一栋旧房子前 准备烧掉这里 金发女临时反悔 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紧要关头 后悔已经来不及 他们按照事先计划好的那样 将汽油倒在房子周围 突然 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几人装着胆子进去查看 分头寻找声音来源 房间有一波小年轻在鼓破坏 被发现后四处逃窜 之后他们对房子进行搜查 确保人都离开了 瘦子听到地下室有声音 一个人跑去查看 结果虚惊一场 是蝙蝠在作祟 刚想离开 就被黑人一脚踢了下去 伴随着一声尖叫 瘦子没了动静 警长阿尔蒙接到任务 前来调查三松村的失踪案 也就是昨晚遇袭且下落不明的瘦子 这栋房子之前是原住民寄宿学校 上一位死者CC就住在这里 他遇害之后 房子就空了出来 已经闲置许久 阿尔蒙先去看了案发现场 瘦子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尼克汇报了基本情况 三松村的人来这里检查房子 发现了几个搞破坏的小年轻 赶走他们之后在房里四处搜查 听到地下室传来尖叫声 然后数字就不见了 警方搜查过地下室 除了杂物什么都没有 不过找到了一个小年轻的手机 正说着 阿尔蒙瞅离走去 在布满灰尘的梯子上发现手印 搬开梯子 后面有扇门 试了一下 打不开 女警出马后分分钟解决 警人进去查看 里面是一片空地 墙上刻着许多图案和文字 应该是寄宿学校的孩子们画的 被囚禁在这种地方 肯定受尽折磨 阿尔蒙发现 墙上有一行特殊的文字 像是克里人或英纽特人的词语 但不懂什么意思 地板上有个封闭空间 据女警所知 以前的神父和修女 经常利用这种狭小空间 建造行讯室 把孩子们关进去授罚 阿尔蒙打开梯门 瘦子就躺在里面 头部中伤 已经死亡 现场有反抗过的痕迹 说明被锁进去时还活着 最后因失血过多而亡 人已经找到了 现场也看过了 那就得开始调查凶手身份 以及死者案发前都做过什么 除了同行的三松村居民 胖子和眼镜姐负责看守房子 昨晚带了几个人来这里巡查 突然听到里面有声音 猜测有人闯入 就进去查看情况 瘦子和他们一起行动 但后来人就不见了 他们找遍整个房子都一无所获 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 接下来该找瘦子的家人谈一谈 可遗憾的是 瘦子没有亲人 只有朋友大海和鞋女儿苏菲 凶手能把尸体藏在如此隐蔽的地方 一定对房子的构造领入执掌 查了下房子的背景 是一所修女创办的寄宿学校 八十年代关闭后转为私人所有 这么多年来一直空着 直到去年被上级的死者CC买下 正讨论案情时 阿尔蒙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男警勘察后发现是汽油 不止这里 房子周围都是 胖子意识到事情不妙 急忙带身旁两人离开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同伴 随后 阿尔蒙和男警去拜访大海 瘦子的案件需要他协助调查 开门的是大海的女儿苏菲 大海和瘦子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一直互相照顾 是最好的朋友 苏菲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 是大海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有时候工作忙 就交给瘦子帮忙照顾 主要接送苏菲上下学 因为苏菲的眼睛不好 出生时患有眼部百化病 比较严重 有时连字眼看不清 但这也从未阻止他追寻自己的音乐梦 瘦子有过一任妻子 去年因086去世 之后他就搬来这里 和父女俩住在一起 三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 不是亲人圣子亲人 在大海的印象里 瘦子待人和善 没有仇家 阿尔蒙来之前调查过 大海昨晚也去了寄宿学校 和其他村民一起 大海没有否认 但他什么也没干 在外晃荡几下就离开了 草坪上的汽油更不知道怎么回事 阿尔蒙突然问起苏菲 他这两天毛云恋情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并未和他一起去寄宿学校 了解大致情况后 阿尔蒙去搜查瘦子房间 一本相册引起他的注意 里面有几张老照片 拍摄地就在寄宿学校 他拍下保存 以便后续调查 南警侮辱苏菲房间 结果有意外发现 床下藏了很多空酒瓶 看来在瞒着大海喝酒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坐呢 是准备考试压力太大 还是一个人太孤独 不管哪种原因 可以确定的是 大海并不知道苏菲酗酒 看来事情没这么简单 该问的也问完了 阿尔蒙和南警准备撤退 稍后会有警察来这里 进行全面搜查 苏菲借口送两人离开 趁机问阿尔蒙去他房间做什么 他虽然视力不好 但听觉却比常人敏感 不管多大动静都能听到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阿尔蒙只能先道歉 他无以冒犯 只是不确定哪个是瘦子的房间 才会走错 离开大海家之后 阿尔蒙去找胖子了解情况 寄宿学校的钥匙在胖子那里 隔三差五就会去检查一次 说辞还是和之前一样 听到房里有动静跑去查看 是一群小年轻在口破坏 涂鸦什么的阿尔蒙能理解 但草坪上的汽油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他们看到 这个胖子没有解释 也不敢解释 阿尔蒙听中介说 房子马上就卖出去了 买家想把那里改造成酒店 一旦建成 肯定会对酒馆生意有影响 这无庸置疑 酒馆老板也承认 但他想说的是 那个房子不干净 经常有人听见怪叫声 还看到一些脏东西 他们将其称为守门人 传说一直游荡在走廊里 寻找下一位目标 说不定瘦子就是这么死的 这话说的有点太过离谱 瘦子明显是被人谋杀 酒馆老板的话 让阿尔蒙想到一个人 这张照片是在瘦子房间找到的 穿成衫的应该是瘦子他爸 再看这张大号照 他爸站在嘴边上 穿着一样的门卫制服 难道他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天黑后 阿尔蒙去见毕亚 他是三松村文化中心的管理人 主要负责展览模仿客本物 这些东西均来自约腾内托尼 三松村周边的一个种族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 阿尔蒙经了主题 问他昨晚有没有去急速学校 毕亚当即逢认 昨晚在展示工作到很晚 哪也没去 说话前 阿尔蒙注意到他的纹身 是阴影见文字 和案发现场刻的一样 问他有什么特殊含义 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 毕亚拒绝回答 阿尔蒙也很识趣 不说就拜拜了 第二天一早 阿尔蒙来文化中心继续工作 法医那边有了新进展 经过检测瘦子皮肤里的泥土和碎片 证实他是被推下楼梯后 拖进暗道 头上的伤就是在那时弄的 如果凶手是为了毁食灭迹 那房子外的汽油就能解释得通了 从凶手的作案手法来看 应该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蓄谋已久 尼克警探加入两人的对话 他找到了瘦子的笔记本电脑 但手机却不知所踪 晚上 阿尔蒙和南警说要来金发女家吃饭 本以为只有她和丈夫在 结果该来的都来了 既然人凑齐了 阿尔蒙就趁机泼出话题 想了解一下瘦子这个人 金发女丈夫率先发言 瘦子最近开始画画 他这个内行看了都觉得很有天赋 金发女天后有些生气 貌似不喜欢丈夫夸赞瘦子 气氛有些尴尬 阿尔蒙急忙转移话题 瘦子最近有没有和谁不对付 名下有没有什么资产 得到的都是否定回答 瘦子开了一家心理诊疗室 刚开始接诊 没什么病人 挣不下几个钱 说来说去 他们都认为瘦子的死和守门人有关 关于房子闹鬼的传说 阿尔蒙觉得是五级之谈 瘦子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蓄意加害 凶手就在那晚去房子里的人当中 也就是说 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 阿尔蒙已经知道他们要烧房子的事 但重点在于 有人另有打算 想借此机会除掉瘦子 瘦子一定做了什么凶手 才会遭此残害 其中原因阿尔蒙会去调查 众人听后面面相觑 默不作声 看来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秘密 犯局就这样不欢而散 既然已经明确调查方向 案子就好办多了 查了一下瘦子的背景资料 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父亲曾在寄宿学校当警卫 学校有一则关于虐待指控的声明 幸存的17名受害者声称 他们遭到守门人的虐待 而这个人就是瘦子的父亲 儿子死在父亲犯罪的地方 这也太巧了 可如果是为当年的事复仇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南京还调查到 瘦子为了帮父亲赎罪 给那些幸存者和受害者 建了一座纪念碑 计划把它放在松树前面的层地上 但遭到毕亚的反对 具体原因不明 另外南京请人翻译了 案发现场的印记文字 是克里族女名 毕亚塔坪卡库 阿尔蒙了解这些后 去文化中心找毕亚 此时的他正紧紧盯着眼前这幅画 画里的场景勾起他不好的回忆 在阿尔蒙的追问下 他承认地下室的名字是达克的 人把他丢在地下室两天 和他一起的还有很多孩子 幸运的是 他没有被关进箱子里 那里对他而言 就像是噩梦般的存在 没有人能想象到 他们遭受了何种折磨 能活下来也是不易 阿尔蒙趁着话题聊起来 说起了瘦子父亲 毕亚认识他 也知道他和瘦子的关系 当年的伤害已经造成 建个纪念碑就想赎罪 未免有点异想天开 提起这个毕亚就生气 两人的谈话也就此结束 回去后重新整理了线索 案发当时受罪有过一声嚎叫 假设是被凶手 推下楼梯时发出的 那个时候有四个人听到 在楼上的胖子 酒馆老板 疯婆子和眼镜姐 当时去烧房子的有七个人 还剩下三个没听见任何动静 金发女 丈夫和大海 要么是真没听到 要么是有人在撒谎 另外得注意一点 大海说过苏菲在家练琴 没和他们一起去 可如果他悄悄跟着 大海也不知道 况且苏菲是有动机的 他们父女关系本来很好 瘦子搬来之后改变这一现状 导致父女二人之间产生嫌隙 所以苏菲才会酗酒 但这只是男警的猜测 没有切实证据 另外金发女也很可疑 昨晚的聚会上 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夸赞瘦子的人 和丈夫的关系也有点微妙 正说着 尼克在瘦子的遗物里发现钥匙 上面的装饰品是只鸭子 这个二毛认的 是风婆自家养的那只 两人辗转风婆自家 问了之后才知道 他在树林里有间小姑 偶尔去那里写作 地方僻静 无人打扰 几个月前租给瘦子 供他画画些声 风婆自本来不想做 但对方出价高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这么说来 瘦子还是有点财力的 随后 两人来到风婆自说的小姑 一进门就感觉有些奇怪 明明是来这里画画的 却没有任何颜料和画布 窗户是打开的 上面的玻璃已经碎掉 看来有人来过这里 这时 外面有声音传来 两人出去查看 发现一名可疑人员 南警率先追去 阿尔蒙在后请求支援 跑了没多久 神明停下脚步 前方是悬崖 再走一步就是死 南警直将警告 劝对方束手就勤 转过身才发现 竟然是金饭女的丈夫 这样两人有些惊讶 鉴于丈夫的奇怪行为 阿尔蒙将其抓回警局审问 当问起和瘦子的关系时 丈夫一句认识而已 敷衍了之 看他不愿交代 南警实话告诉他 手机被清除的数据已经恢复 里面有他和瘦子的短信对话 聊得很是频繁 内容充满激情 任谁看都是恋人之间的 打枪骂俏 可丈夫却说自己没有出轨 和瘦子关系密切 是因为在找他做心理治疗 偷偷摸摸去目误 是为了拿走他的笔记本电脑 因为里面有自己的治疗记录 那些东西是个人隐私 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尤其是金饭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金饭女的动机就出来了 丈夫经常和瘦子混在一起 严重影响两人的夫妻关系 金饭女怎么可能不介意 这也是他不喜欢瘦子的原因 嫉妒使人疯狂 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阿尔蒙怀疑他有作案的可能 要提取他的DNA进行相关调查 南京整理了瘦子电脑里的东西 没什么有用信息 尼克那边倒是有重大发现 吊在寄宿学校的手机是苏菲的 里面有一段视频 证明案发当晚他去过寄宿学校 和那些小年轻在房子里可破坏 大海或许知道此事 但为了维护苏菲的名声故意隐瞒 视频里还拍到村民冲进来的画面 可他为什么要撒谎 阿尔蒙去找毕亚询问此事 他没有解释 只说有自己的理由 旁人不需要知道 如果认为他是凶手 尽管来抓好了 阿尔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都是想抓 但没有证据 那毕亚就没什么好说的 骑着机车急车而去 这一幕被楼上的眼镜姐看在眼里 回去调查了毕亚的资料 发现他还有个亲弟弟 也被带去寄宿学校生活 某天晚上 弟弟和几个小伙伴逃出学校 本来想游到河北岸 结果淹死在河里 尸体一直没找到 男警整理了寄宿学校的孩子名单 发现一个老熟人 玛丽双江 出生日期都对得上号 他在学的名字是阿里萨玛丽 是兄女们给他起的基督教名字 或许他知道些什么 晚上 男警和女警被拍去保护现场 突然地下室传来声响 两人迅速跑去查看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正向深渊地前进时 一只浣熊跑了出来 把两人吓一跳 本以为虚惊一场 结果另一边又有声音出现 女警胆子大 勘察后发现是密道 顺着通道向前爬去 发现一部手机 这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证据 女警装好带走 从通道的另一边爬出 这里通向一楼 如果凶手知道这条密道 就可以悄无声息地 完成杀人计划 手机型号和数字消失的那不一样 应该就是他的 第二天一早 阿尔蒙和女警去拜访玛丽 向他打听京宿学校的事 那里是他不愿回忆的地方 但为了协助破案 他还是愿意配合 阿尔蒙提到三个男孩逃跑一事 玛丽不仅听说过 还知道其中的内情 他们逃走的前一天 一个男孩给门卫的办公室 放了一把火 这个保安是个十足的恶人 孩子们都叫他守门人 一本恐怖小说里的人物 用来讽刺他的 孩子们都非常怕他 谁要敢招惹他 一定没好果子吃 不幸的是 三个男孩成了他的目标 为了活下去 男孩们计划逃跑 结果被他发现 一路追了过去 第二天就听说 尼斯在河里 具体什么情况 骂得不清楚 但他认为 三个男孩并没有尼斯 而是被埋在学校的地下室 不管是真是假 还是亲自确认一下 比较好 阿尔蒙拿着工具 去了地下室 一个人开始挖坑 结果还真有发现 土里掩埋着一具尸骨 警方赶到现场 进行了大规模搜查 目前已经找到三具尸骨 受害者或许还有更多 希望能帮助他们回归故土 经过专业检测 确认其中一具尸骨 是比较的弟弟 阿尔蒙将此消息告知对方 比较起初只是怀疑 尸体找到了才敢相信 人真的是 瘦子父亲杀的 不久后 村民自发为死者举行葬礼 听着到此 比较难言背痛 虽说有杀地之仇 但毕竟是瘦子父亲干的 比较不会把仇 算在瘦子身上 他的死和自己毫无关系 说起这个 比较想起一件事 案发当天早上 他看到瘦子和苏菲在说话 大海随后加入 没说两句就吵了起来 这是个关键信息 另一边 大海和苏菲闹了点矛盾 一个没忍住 把苏菲去接触学校的事 说了出来 他总是通胞干系 和乖乖女性向不服的麻烦事 再只要下去 迟早会毁了他们的梦想 苏菲没有解释太多 只说自己太过压抑 需要点空间释放自己 与此同时 金发女解开心结 不再怀疑丈夫的忠诚度 两人的感情重修一号 不久后 瘦子的财务记录分析报告出来了 他说大海的房子是不用交租的 还存着十万 这说明他得欺骗大海 而且他用苏菲的名字 买了去纽约的机票 尼克还查到 瘦子给苏菲发了很多语音信息 苏菲也是一样 难道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胡乱猜测之前 还是先听听语音内容 这段是瘦子发给苏菲的 他接到纽约大学的电话 对方愿意为苏菲提供全额奖学金 这正是苏菲向往的地方 可就怕大海不同意 因为他给苏菲设立的目标 是舒立克商学院 但这是他的梦想 不是苏菲的 为了苏菲着想 瘦子决定和大海谈一谈 分析到这里 两人的动机就出来了 瘦子瞒着大海帮苏菲实现梦想 指兄弟情义于不顾 这是让大海愤怒的理由 现在离成功只差一步 好不容易可以摆脱大海的控制 瘦子却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大海 这是苏菲的动机 说来说去都只是猜测而已 到底发生过什么 还得去问问当事人 几人没敢耽搁 一路前往大海家 门是开着的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多半是跑路了 阿尔蒙立刻下令采取行动 妇女两长在前往蒙特利尔的路上 大海已经找好公寓 之后会有很多时间 陪苏菲练琴 虽说苏菲眼睛有问题 可在她看来 这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独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不需要大海过多操心 说好听了是照顾 其实就是想操控她 让她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不是自私是什么 正说着 身后有一辆警车跟来 而且他们已经错过去 蒙特利尔的路口 苏菲不明所以 质问大海发生了什么 并劝她靠边停车 大海根本不停 加快油门向前驶去 阿尔蒙得到消息后 立刻赶往追捕地点 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 大海一边提高车速 一边质问苏菲 有没有和瘦子行苟解之事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自从大海来了之后 苏菲的思想就发生改变 一心想脱离她的控制 去纽约上学 这恐怕都是瘦子窜夺的 苏菲解释 这是自己的想法 和瘦子无关 正说着 前方出现一只棕熊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大海被迫停车 警方的支援也在此时赶到 他们纷纷用枪指着熊 以防她突然袭击 阿尔蒙提醒父女俩尽快下车 熊一旦靠近 两人的生命将受到危险 经过一番劝说 大海同意让苏菲下车 在警方的保护下 苏菲脱离危险 接下来轮到大海 她双手举过头顶 缓缓离开车辆 当场被警方逮捕 嫌犯抓到了 熊也很失去的离开了 大海对自己的行为 工人不讳 他无法容忍任何人拐走苏菲 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 于是趁着去寄宿学校那晚 将其杀害 阿尔蒙调查过 大海以前在寄宿学校 给人上钢琴课 所以知道那条密道 案子顺利解决 临时成立的办公室 也该腾出来了 正收拾东西时 对讲机响了 又有警情出现 寄宿学校发生火灾 相关人员已经赶去灭火 三村村的人都在现场 阿尔蒙看到这一幕 什么也没说 他心里当然知道是谁干的 但还是默许了这一行为 寄宿学校是个 充满罪恶的地方 早就不该留在世上 风雨交加的夜晚 女子在天台兴奋的喝着红酒 隔天惨死在雕像下 看似是一场事故 警官阿尔蒙却发现一点 死者头部树伤的位置 和雕像砸下的位置不同 头上有明显的钝气伤 女警猜测有人事先砸晕死者 然后再把雕像推倒 伪装成事故现场 阿尔蒙立刻让巡警 控制客人和酒店员工 还发现雕像上 磕着五个小动物 女子是谁呢 怎么会死在雕像下 不久前 富商查尔斯死亡 留下大笔一缠 分别亏赠给他的四个孩子和妻子 宣读遗嘱这天 老二姗姗来吃 遗嘱上写着 给孩子们每人两万 剩余的留给妻子 除了一样 那就是这座酒店 酒店给最值得拥有的孩子 老二 其他孩子不敢相信 可事实便是如此 他们只能接受 富商还有最后一份遗产 要送给家人 他的雕像 全家人看到雕像神色各异 老二更是当场消除生 不久后 阿尔蒙夫妇和老友聚会 恰好在富商的酒店 送走老友后 遇上富商的三儿子 他们是来撒父亲骨灰的 全家人都在 唯独少了老二 家人们对他的迟到还是不满 他不管这些 此刻和管家聊得真嗨 管家恭喜他得到酒店 他欣然接受 缓缓来到餐桌前 对着爸爸的骨灰表达谢意 很高兴爸爸 终于意识到欠他的了 老大立刻反驳 爸不欠他任何东西 16岁那年是他自己离开的 是自己离开的没错 但也是因为爸爸的逼迫 在他看来 爸爸是个魔鬼 他憎恨爸爸所做的一切 当时家人们都不支持他 现在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晚了 他已经找到了儿子 儿子才是他真正的家人 酒店他会留给儿子 不服气就走着瞧 说完 拿起一瓶红酒潇洒的离开 留下一桌人面面相去 隔天一早 阿尔蒙夫妇在领中散步 不远处传来保安的声音 说发生了命案 他急忙过去查看 死者老二 被压在爸爸的雕像下 看上去像是事故 但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首先老二头部受伤的位置 和雕像砸到的位置不同 再者鞋也是从另一方向流出 头上有钝级创伤 明显是一级谋杀案 雕像周围有铁丝网 前门还有警报系统 凶手可能还在附近 他吩咐南警 立刻控制酒店员工和客人 此时家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老大看着墙上的照片 问管家当地的那个雄鹿头战利品呢 下面的底座坏了 管家放进了储藏室 老三以后怎么到处都是警察 话音刚落 阿尔蒙到来 要和母亲私下谈谈 听到有人死了 母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二 由于是谋杀 阿尔蒙需要知道他们昨晚的行踪 晚饭过后 老大和大媳妇回房睡觉 母亲和老四也是 老三夫妇在房间吃晚饭 厨师在厨房收拾 晚饭后没见过老二 管家在办公室处理文件 这样看来 每个人都有嫌疑 阿尔蒙要给他们做DNA检测 因为这可能是找到凶手的最好办法 傅商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酒店原来是傅商的家 二十年前被给做成酒店 现在阿尔蒙要对客人和员工进行询问 但要把精力集中到家人身上 确认所有人的行动 看看有没有跟家人证词矛盾的地方 还得找精力要来所有监控 阿尔蒙觉得 一定有人和老一起站在雕像旁 这时尼克推门而入 他是来送病理学报告的 报告显示 老二的死因是硬脑膜下血肿 死亡时间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另一边 傅商家进行追悼仪式 老三想给媳妇拿把椅子 母亲却和着她坐下 他只能听母亲的话 乖乖坐回去 媳妇狠狠动了她一眼 老大率先发言 十一岁那年 父亲说她该第一次猎杀动物了 并亲自知道她 她吓坏了 幸好父亲在一旁不断鼓励 才完成了第一次猎杀 她一直希望能成为父亲的骄傲 母亲刚准备发言 老四就开口了 难道不应该回忆一下老二吗 老三突然被点名 站起身准备发言 却发现脑海中根本没有老二的存在 母亲提他回忆 说老二很聪明 也很敏感 可以把父亲玩弄于鼓掌之间 追到结束后 母亲遇到了二毛 二毛已经知道 他和老大对遗产分配不满意 虽说家族传统是遗产由父亲传给长子 但老大不是非要制作酒店不可 所以请二毛不要乱怀疑 二毛有怀疑的理由 昨晚看到了他们的争吵 想必当初老二离家后 家族肯定出现裂痕 母亲这才卑微的到来 老二15岁怀孕 父亲对老二寄予厚望 为了老二 找人偷偷离养孩子 老二得知真相后便离家出走 随后 二毛查看监控 发现老三昨晚半夜从后门离开 朝花园方向而去 立刻找老三了解情况 老三没有隐瞒 去找老二了 但没找到 因为在餐桌上和老二发生争吵 老二说他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他明确表示没有杀老二 况且也没有理由 因为他对酒店不感兴趣 是老大夫妇想要 言下执意是那两人害了老二 阿尔蒙询问雕像上的小动物代表什么 他说那是父亲设置的媒体 小动物代表兄弟姐妹 父亲管这叫人格塑造 在他看来却是羞辱 小狗图案代表他 女警来老二房间寻找线索 发现两个酒杯和一张纸条 酒杯送去检测 可以和家人的DNA进行对比 这样就能知道谁在老二房住 纸条大致内容是 邀请老二到雕像前一续 另一边阿尔蒙继续询问 这次轮到老三媳妇 老三昨晚去找老二的事 他完全不知道 但能确定的是 老三肯定不是凶手 和老二之间发生的事 也是最近才告诉他的 老二怀孕的时候 向老三透露打算和男友私奔 老三转头就把老二怀孕的事 告诉父亲 两人因此结下两字 这么多年 老三一直觉得对不起老二 所以不可能杀害老二 如果老三不是凶手 那就说明有人在撒谎 阿尔蒙继续研究那些动物 有狗 鸭 猫 乌龟和熊鹿 老二是狗 其余的还不知道 法医在老二的支架里 发现幻熊分辨 熊鹿上恰好友 是老二摸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 老二留下的线索呢 熊鹿代表谁 谁就是凶手 之前老大问过 管家自己的熊鹿呢 难道熊鹿代表老大 是老大杀死了老二 老四对老二还不错 每次家庭活动 都希望老二能来 可老二却把他当空气 餐桌上听到老二要装修酒店 他提出帮忙 顺便来场紧的许旧 称自己有设计师的慧言 老二毫不犹豫地拒绝 说这里是酒店 不是公社 眼外指引使他眼光不好 他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没有表现出来 随后拿出一张照片交给南警 父亲小伙了老二的所有照片 他偷藏了一招 打算给老二看 告诉对方他们曾是一家人 他性子比较慢 父亲说他像乌龟 这要看来 雕像上的乌龟代表他 鸭子可能是老大 为何这样说呢 两个月前老大找父亲贷款 父亲称老大为博足鸭 老大嘴上把老二当妹妹 实际对他有很大的成见 尤其是在他继承酒店之后 得知他要把酒店传给儿子 老大的愤怒直线飘胜 这些老大没告诉阿尔蒙 只说自己很有钱 根本不需要这座酒店 有钱为什么要向父亲借40万 对此老大的解释是 帮父亲投资 父亲老了 投资眼光不准 准不准的阿尔蒙不在乎 想知道雕像上哪个动物代表老大 肯定是熊鹿 因为老大是长子 父亲的罪爱 这点众人皆知 至于老二为什么把分片 拖在熊鹿上 老大觉得他借毒自己 跟父亲的关系 不过现在看来 父亲帮了他 让他免受做单亲妈妈之苦 也不用承担堕胎的罪恶 接下来是管家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这家人了 因为他妈也是这里的管家 改成酒店后 他妈成了经理 死后他便接受了 对老二印象较好 因为老二是唯一一个打破规矩 愿意跟他说话的人 在某年夏天离开了这里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只知道当时家人 烧掉老二的照片 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得知新主人不是老大后 他松了口气 因为老大希望老二离开 酒杯的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不是家人们的 而是厨师的 厨师说晚餐后 回到厨房打扫 显然撒落谎 二忙问他时还不承认 他可是最后一个 见到老二活着的人 不承认的话 就是第一嫌疑人 无奈之下 他只能老实交代 昨晚老二邀请他去屋顶 到达后看到老二在雨中跳舞 随后老二请他回房间 喝了一杯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发生关系 是老二主动的 结束后他回了厨房 没约老二去雕像那里 因为他不想丢落工作 这是笔记对比结果出来了 和老大的一致 老大财务状况出现问题 负债累累 几近破产 又对老二有意见 这便是作案动机 可当阿尔蒙找上老大时 老大失口否认 他又不在场证明 警告阿尔蒙离家人远点 来到大厅 看路头还没放回去 把气撒在管家身上 让管家今天必须放回去 回到房间后找出一把钥匙 对着钥匙发呆 老四看着那张全家福 默默的折了自来 老三愤怒的看着父亲的骨灰 然后一脚踹倒 不久后 酒店传出一阵枪声 是老大的杰作 助人随着枪声来到阳台 只见他用枪对准自己 阿尔蒙知道他不容易 身为长子 不仅要挑起家中大量 还要在老二走后收拾残局 没想到几年后 老二突然冒了出来 把把该属于他的东西都抢走 他经济出现问题 压力山大 父亲不肯帮助 让他非常失望 所以酒店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阿尔蒙知道他很痛苦 但这样是没有出路的 老大痛苦地表示 没脸见他们 阿尔蒙惨他不背 夺走步枪 他倒在地上大哭 还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让你失望了父亲 我没吓得去手 没杀了那土鹿 在大厅看到全家福后 愤怒的挥拳砸了上去 说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错 南警急忙拦下 阿尔蒙已经查到 他的不在场证明是骗人的 昨晚他没有和妻子在房间睡觉 而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这时 母亲也给他送镇定记 阿尔蒙猜测照片处罚了一些事 他潜意识在回避那些 母亲则抱着他安慰 让他承认杀死老二的罪名 阿尔蒙见状立刻赶母亲离开 然后劝他说出实话 他离开是给寨主打电话 求寨主放宽实现 为什么在大半夜打电话 因为寨主在新加坡 阿尔蒙要查通话记录 他却说通话记录已经删除 怕被妻子发现 拿走他的手机后 阿尔蒙让他先休息 明早继续 然后询问母亲和老三夫妇 老大说了什么让父亲失望的话 老三如实交代 小时候列路 不是老大开的墙 母亲不敢相信 当时他们还举办枪出派对 其实那些都是假象 父亲无法接受最爱的儿子 是个失败者 所以才编造了这个谎言 如果老大没开墙 那路是谁杀的呢 是老二 另一边 南京送老大回家 老大向妻子坦白了钱债的事 不告诉他是为了保护他 妻子可没这样想 以为老大在外面找了漂亮的 身材苗条的小三 为了挽回老大的心 他给自己注射毒品 结识 如果老大早点告诉他 他会帮助老大 他现在迟了 阿尔蒙一直不明白 富商给雕像上磕动物 到底是好用意 想表达些什么 如果老二射中路 那么路就有可能代表老二 父亲称老大是个补足鸭 那么鸭子就是老大 老二是熊鹿 老三是狗 老四是乌龟 谁是猫呢 富商有四个孩子 雕像上却有五个图案 猫难道代表母亲 可母亲却说猫代表老二 因为老二喜欢猫 那熊鹿到底是谁呢 老四虽然一直照顾父亲 但对于雕像上的动物 他不太了解 每次父亲见律师都会把他支开 后期律师来得比较近 为什么呢 因为父亲心血来潮要给遗嘱 南京调查了老大的通话记录 从12点02开始 给寨主们打了半小时视频电话 南京和寨主们谈过 老大当时在酒店外面 寨主们看到外面下雨 可奇怪的是 老大身上一点没事 露台有雨捧 想来老大是在露台打的电话 因此老大说的可能是实话 可如果老大是无辜的 为什么要用纸条约老二见面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富商的律师 富商之前一直更改遗嘱 也许有人没得到隐诺的遗产 从而杀害老二 律师有富商倒数第二版的遗嘱 除了富商妻子的 遗产分成了五份 可只有四个孩子 谁会是第五个呢 据律师所说 富商把第五份遗产放在信封里 说在他死后才能打开 可后来他又更改了遗嘱 所以第五个继承人士谁都不知道 阿尔蒙觉得他想为某人证明 但后来却失去了勇气 这也是为什么修改遗嘱的原因 南京还查到 大西方在晚上11点15分时 听到老二的笑声 阿尔蒙也问过他 他说在午夜时去过厨房 回到房间时 老大已经睡着 以至老大给建主们打电话到12点30 也就是说 他至少翻了半小时冰箱 厨师离开老二房间时 直接去了厨房 这样看来 厨师应该见过大媳妇 可厨师却没有告诉两人 这不是厨师第一次撒谎 有必要再找厨师谈谈 这时屋外传来声响 原来老三抢了老大的袖扣 老大正在追着他要 众人从屋里跑出来 拦住兄弟二人 即便如此 两人还是吵得不可开交 老三嫌父亲总忽视自己 也不买自己的画作 老大嫌父亲待在乎自己 总活在担心让父亲失望的恐惧之下 父亲最起码关注老三的事业 还留下老三画的那只狗 并把狗雕刻出来 而他在父亲眼中 只是只鸭子 此画一出 众人大笑起来 兄弟俩也相识一笑 既然兄弟俩都在 阿尔蒙趁机问几人 知道第五个继承人是谁吗 继承人是谁不知道 大媳妇知道父亲有个小三 母亲在他婚礼那晚告诉他的 阿尔蒙立刻找上母亲 母亲承认父上到处留情 不过父上很在乎面子 以父上小心谨慎的性子 是不可能留下私生子的 看到庐上的外孙女 阿尔蒙来到他身边 想打探他爸的下落 外孙女却说他妈非常厉害 不需要男人 另一边 男警来找厨师 趁他不在 在屋里一通翻找 发现厨师用的是化名 以及一把带鞋的铲子 用真名调查发现 几年前因殴打女友被捕 还在练习假签名 很有可能是他伪造老大的笔记 与老二见面 此刻厨师已经逃离 不巧遇上尼克警探 逃离计划失败 被带回酒店 他这才开始交代 那晚和老二缠绵后 没有去厨房 而是回房间了 逃跑是怕阿尔蒙发现身份 至于那个带鞋的铲子 他从没见过 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他房里 现在时间地点都能堆上号 无论厨师怎么辩解 都洗不清他的嫌疑 男警带走厨师后 阿尔蒙再次来到大厅 盯着那张传家符 老三和老四出现 他开口询问传家符是谁拍的 这事老三知道 是管家 父亲有时会让管家参与打链 管家会带着备用枪 但他们总是忘了管家的存在 与此同时 管家正在收拾东西 阿尔蒙到来 已经知道雕像身上的动物 其中一个代表他 他看了一眼房中的落头 然后把阿尔蒙推倒 转身就跑 见屋外全是警察 拿起一把刀来到阳台 这里也有警察 他只能反悔 听到阿尔蒙呼喊的声音 转身挟持外孙女 发现心中的不满 他们现在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因为父上父亲不承认他妈的存在 导致他妈死于心碎 他妈死后 父亲发誓会把酒店传给他 结果却给了老二 他为父亲工作了一辈子 也对父亲忠诚了一辈子 沉默了一辈子 可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阿尔蒙劝他别再激动 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长子 是最有继承权的人 那头路是他杀的 不是老大 也不是老二 这点全家人都知道 可都不忘父亲隐瞒 又晓得他只能默默离去 老二是唯一善待他的人 所以他把身舍告诉了老二 本以为老二会为他高兴 和他一起经营酒店 可老二却说已经放下了过去 还说他吃白食 老二是他最后的希望 本以为可以信任老二 谁知老二把他当傻子一样嘲笑 于是他拿起铲子砸向老二 只是想让老二别再笑而已 没想到下手太重 杀死了老二 他的痛苦阿尔蒙明白 这个家已经有太多痛苦的孩子 请他别再伤害外孙女 看着老四担心那么样 他轻轻吻了吻外孙女 然后哭着束手就起 自己的人生已经不幸 不能再害了外孙女 管家最终被警方逮捕 案件也就此告破 夜晚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男人的出现打破这份宁静 他喝了点酒 跑去酒馆闹事 老板看到他有些害怕 男人二话没说 给了老板一拳 声称知道他做过什么 在场的三村村村民也都知情 却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仅是老板 男人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秘密 他们会为此行为付出代价 一顿发泄后 男人就离开了 谁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男人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被吊在青松岭路附近 大概在藤内托尼网东三英里处 女警立刻请求支援 现场不止一处脚印 很有可能是他杀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勘察 死亡时间大概在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之前 阿尔蒙看了死者的手 很干净 如果是自杀 肯定要爬树绑绳子 这明显与之不符 脖子上有拇指印记 很有可能是先被人勒死 然后吊在树上被装成自杀 树周围有很多脚印 可以印证这一点 死者身上没有手机和钱包 无法知晓其身份 阿尔蒙意外发现 死者衣服上挂有松针 长度过长 不是这里的松树长的 必亚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向他请教了一下 像这种松针特别长的是白松 整个青松岭里极客 却看了那些脚印 乱且砸 好像是一个人留下来的 难道是集体谋杀案 这些脚印一直通向路边 到这里就消失了 案子发生在三松村 之前的临时办公室 又能派上用场 金发女听说他们在这里 特意来打声招呼 看到死者照片 金发女有些惊讶 这不是昨晚在酒店闹事的人吗 金发女不知道他叫什么 好像刚来镇上没几天 住在民宿 向民宿老板打听了一下 近期只有一位男性 搬来入住 60岁左右 名叫亚瑟 周日晚上住进来的 准备下周一退房 付了一周的住所费 而且还是现金 这点非比寻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多数客人只住一两晚 而且很少有人用现金支付 据民宿老板回忆 他住进来之后 没有人来找过他 民宿内部也没有安装摄像头 这么做是为了尊重客人隐私 阿尔蒙插了句话 亚瑟有没有说过 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老板没有印象 不过他要了一间最安静的房间 应该是睡眠不好 或者比较注重隐私 警察来这里打听这些 难道是他惹了什么大麻烦 阿尔蒙这才告诉老板 亚瑟被发现掉死在树林里 老板听后的第一反应 问了句是自杀吗 阿尔蒙眉头微皱 没有回答 而且提出要去亚瑟的房间看看 民宿老板拿出钥匙 房间在顶层阁楼 进去后自住翻了翻 行李根本不够待一周 顶多就三天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也许他比较邋遢 不怎么换衣服 阿尔蒙并不这么认为 要是邋遢的话 不会下了班还穿西装 更不会把房间收拾的如此干净 房间里都找了一遍 就是没发现手机和钱包 这更加证明他杀的可能 大几率是被凶手拿走了 尼克在床上发现一封信 大致那种事 我的工作终于完成 有时候复仇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但也许你能理解 署名亚瑟爱丽丝 听起来像是遗书 不过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要自杀的人写遗书 自己颤抖 墨水会被泪水打尸 可这封信也太干净了 明显是有人故意写的 为了伪造其自杀的假象 花音刚落 胖子温训赶来 向警方确认一下色是真的死了 胖子对这件事异常上心 这行为有点奇怪 听说昨晚在酒馆发生争执 云姐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胖子和金发女说的一样 对方喝了酒跑去酒馆闹事 还满嘴胡言乱语 阿尔蒙想知道说了什么 胖子称酒后发脾气 明显是没有实话实说 阿尔蒙见风插针 他冲谁发脾气 胖子说所有党到的 话是没错 但最开始的目标是酒馆老板 这时阿尔蒙手机响了 他出去接电话 并交代女警奴猎出 昨晚在酒馆的人 胖子听到这些 表情有点不太自然 随后阿尔蒙去了酒馆 一看酒馆老板嘴角的欲情 就知道他挨揍了 只有他脸上挂彩 明显是冲着他去的 酒馆老板淡定解释 对方喝了太多酒 出这种事很正常 他可以理解 阿尔蒙问他还发生了什么 他记得对方一直在说秘密什么呢 没听太清楚 了解大致情况后 阿尔蒙就离开了 胖子恰好在此时回来 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 亚瑟为什么会对酒馆老板出手 老板没有解释太多 只说是个偶然 他离得近就找他挥拳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亚瑟昨晚中午去他办公室干嘛 胖子都看见了 两个人在吵架 老板还是那句话 没什么事 胖子一直追问 老板有些不耐烦 朝他凶了两句 胖子也很委屈 问这些是关心他 两人以前从不隐藏秘密 另一面 女警案阿尔蒙要求 整理了当晚在酒馆的人员名单 他们口径一致 说亚瑟喝多了 当着众人的面谈言 知道所有人最黑暗的秘密 还威胁他们要揭发这个秘密 结果第二天就遭人毒手 也就是说 所谓的秘密是存在的 而且不止一个人知道 另外亚瑟这个人有点神秘 女警没查到一点相关信息 他到哪都用现金 应该是不想暴露身份 但他租过车 就停在大街上 女警这里有一份租赁合同复印件 地址写的是沃泰华 和遗书上的字迹进行对比 可以说一模一样 这文遗书是亚瑟自己写的 但有个疑问 现在的调查方向是他啥 说明遗书是在凶手的邪步下完成的 可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工程 这个问题女警也想不通 还是先去调查亚瑟泰博泰华的地址 晚上 三村村的人聚在眼镜姐的书店 聊一聊书里的故事 谈一谈自己的观后感 他们每个月会有一次读书会 下个月要看的书 眼镜姐已经选好 是本传记 柜子手 金范女看到封面的绳子 联想到亚瑟的案件 金毛和眼镜姐去找二毛 希望这条线索对案件有帮助 看了书里的内容 封面的主人公和亚瑟的名字一样 这也许不是巧合 主人公曾是加拿大的一名柜子手 负责绞刑 死在他手下的人超过600个 书里还说 亚瑟是他的化名 实则来自英格兰的柜子手世家 执行绞刑是家族企业 迄今为止有超过300年的历史 他们正负责听令行事 不愿暴露真实身份 所以主人定了个规矩 在外要用化名 保护和隐藏自己 主人公作为家族成员 一直做的都很好 但他有一次失手了 1935年的那次绞刑 他估作了一个女人的体重 以至于算错绳子长度 导致对方的头完全断掉 这件事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他也因此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三年后死在蒙特利尔 很是凄惨 本案件的死者亚瑟 用的就是梳理柜子手的化名 他来三村村的目的 应该是想找谁复仇 但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或许是他的计划被对方知晓 于是先下手为强 既然知道他是来寻仇的 那案子就有突破口了 先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看看过往他和谁有仇 首先得从租车合同上的地址入手 这件事交给尼克去办 他查了一下 地址是假的 但好在车子上有定位追踪器 亚瑟来三村村之前开过两天车 一直回到同一个地点 末泰华的一间公寓 亚瑟很有可能住在那里 具体位置已经发到女警手机上 另一面 胖子趁酒馆老板不在 偷偷去了他的办公室 胖子倒想看看 老板在隐瞒什么 他翻来翻去 在衣服口袋里找到一个钱包 里面有亚瑟的证件 说明钱包是他的 可怎么会在老板这里呢 与此同时 女警来到沃泰华的那家公寓 亚瑟的东西已经收拾好 看来是准备搬家 箱子上放了一本书 是金发女说的柜子手 说明他的确看过书里的内容 所以给自己取名为亚瑟 希望能化身成勇猛的柜子手 完成复仇计划 看了箱子的东西 找到了他的护照 本名詹姆斯 有妻子和女儿 但邻居却说他独居多年 可能是夫妻俩吵架 妻子带着孩子走了 可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会给他们留下一半的财产 这么看来 遗书或许是真的 亚瑟在被杀之前就打算自杀 盲采没有用 得去找他家人了解情况 并调查三村村和他相关的人 此时的书店热闹得很 该来的都来了 亚瑟在酒店说的那番话 大家都听到了 知道他们所有人的秘密 要是瞎说的也就算了 但如果是真的怎么办 万一留下什么证据让警方查到 他们可就玩完了 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眼镜解脱过去可不想被公开 这是他 也是众人搬到三村村的原因 摒弃一切 重新开始 为什么会选择三村村呢 这是有讲究的 三棵松树种在一起 是庇护所的象征 他们多少都有一些黑料 不想让警察知道 但现在因为亚瑟的案子 警察一直待在这里 再查下去 恐怕要出问题 眼下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帮助警方尽早破案 免得殃及吃鱼 谁有线索就告诉眼镜解 或者直接上报给阿尔蒙 就在众人忙着讨论这件事时 女警和男警对他们展开详细调查 比如几人的身份背景 做过什么职业 以前住在哪里 任何细节都不容错过 计划开始实施后 疯婆子率先开始行动 找到亚瑟的钱包交给阿尔蒙 是胖子之前从酒馆老板那里拿的那个 准确来说不是疯婆子找到的 而是他想的鸭子去蔑视发现的 就在民宿后面的火堆里 阿尔蒙看了眼钱包 里面有几张银行卡和现金 以及一张被折叠的纸条 上面写了四组字幕 有两组被划掉 这是什么意思呢 钱包是在民宿附近发现的 阿尔蒙前去了解情况 来的正是时候 民宿老板的丈夫正在生活 一番打听后才知道 火堆是在一两周之前弄好的 因为要焚烧鹿叶和干草 阿尔蒙先对其进行试探 有没有人往火堆里扔东西 丈夫非常笃定没有 既然没有就算了 阿尔蒙没再追问 临走前好奇问了一嘴 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难道上大学的时候也打比赛 丈夫尴尬回应 他没上过大学 谈话就这样操操结束 回去和手下讨论了一下 纸条上的四组字幕是人民缩写 有可能是暗杀免单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亚瑟曾在渥太华当案部任职 负责整理税单 护照以及法庭文件 只要加拿大人和政府事务有交集 就会留下记录 可以趁心获取个人信息 他在上一份工作是老师 行业跨度如此之大 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警查过当年的新闻 一位名叫马格丽特的女人 驾车掉进河里 车内还有他刚满十岁的女儿 有目击者称 一辆红色皮卡与之相撞 至其从桥上掉入河里 肇事者是四名青少年 两男两女 名字缩写和纸条上的相同 皮卡朵棚里装的全是空酒瓶 想来司机吃酒驾 救援人员赶到时 四个人已经从车内离开 都受了点轻伤 其中一位还把方向盘的指纹擦干净了 怀疑是想袒护自己 撞了人本来是有罪的 但奈何几个人家里有钱 请了厉害的律师帮他们脱罪 没有说一点出发 这两位死者就是亚瑟的妻女 为了替他们讨回公道 他几次上诉 但都被驳回 寻求正义无果后 就去了当案室工作 静静等待付出的机会 他此次来三村村 恐怕就是找其中一个人报仇 奥尔蒙看到事故现场的照片 突然脸色皱边 回想起父亲遭遇车祸的场景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既然亚瑟的目标是三村村的某人 那就从这方面入手调查 酒馆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南角来这里监视 观察他们有没有异常举动 金发女的丈夫深情紧张 貌似知道些什么 由于在三后 还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亚瑟死的时候 他看到有人慌慌张张从树林跑出 差点和他相撞 这个人他们都认识 是酒馆老板 巧的是 他和那帮肇事青年在一所大学念书 还和其中一位名字相同 但姓氏不一样 或许是搬来三村村之后改的 要确认他的身份 得看一下出生证明 就这么去问对方 肯定不会说实话 还是先从关系好的胖子这里入手 胖子这次选择坦白 为了他好 也为了酒馆老板好 亚瑟被杀当天 去过酒馆老板的办公室 还发生了激烈争承 因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了 但他发现老板拿了亚瑟的钱包 他觉得留着这个东西是个麻烦 就中到了火堆里 他和老板认识了15年 不相信对方会杀人 和人生会变的 尤其是被逼到一定程度 两个人的证词都指向酒馆老板 不得不把他叫来审问 他解释案发当天去树联市区跑步 当年的车祸仪式 他也听说过 虽然招事者是他的校友 但他并不认识那些人 更不知道和亚瑟有什么关系 既然如此 阿尔蒙就帮他回忆回忆 车祸死的是亚瑟的家人 那四个招事者 都是亚瑟要付出的对象 说完话风一转 问老板是不是改过名字 亚瑟是不是看到了他的出生证明 发现他就是当年的招事者之一 本来是想杀他 结果被他先下手 或者说是出一次喂反杀 老板听后急忙否认 既然什么也没干 那两人为什么会在办公室吵架 案发当马又为什么去酒馆大闹一场 这个老板无可奉告 既然如此 阿尔蒙换个问题 亚瑟的钱包为什么会在他手上 老板解释是亚瑟拉在酒馆 他顺手放进口袋 想着回头还给对方 但还没来得及 案子就发生了 钱包的事他不敢说出去 怕警方怀疑自己 既然人不是他杀的 那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不如把车祸的事全都说出来 将阿尔蒙这么一劝 老板这才肯交代 事故发生后 四名招事者统一口径 找了个替罪羊顶罪 自那之后他们改名换姓 换个地方重新生活 老板记得他们说过 替罪羊出狱后会来找他们算账 他误以为那个人是亚瑟 那天在办公室吵架 是因为亚瑟闯进去 翻看员工资料 说他知道那几个招事者在这里 是谁老板已经告诉阿尔蒙 此时的男警正在酒馆喝酒 妻子和他闹离婚 他心情不好 只能借酒交仇 阿尔蒙知道凶手身份后 立刻发消息给男警 让他和女警实施抓捕 民宿老板得知警方 找酒馆老板问话后 神色慌张的回到民宿 提醒丈夫他们得尽快离开 看来亚瑟是两人杀的 民宿老板就是当年的招事者之一 这么一来 校园比赛服的事就能说通了 丈夫穿的应该是民宿老板的 事已至此 丈夫打算去自首 说不定可以从轻处罚 毕竟当年招事的四个人 亚瑟已经杀了两个 现在就剩下民宿老板和酒馆老板 他们是为了保命才动的手 可一旦坦白 就等于变相承认车祸一事 民宿老板做不到 也不想去坐牢 围巾之计只有逃跑 丈夫被他说通 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警方也在此时赶到 敲门无人回应后 直接采取暴力措施 夫妻两人从后门逃跑 男警和女警立刻开车去追 男警刚才喝了酒 车速非常快 女警怕出事 示意他稳一点 男警不停 速度还是那么快 谁知刚转弯就不见对方人影 停车查看后发现 车子掉在桥下 事故有点严重 人应该是没救了 虽说是因为他们车速太快 加上下雨落滑 这才酿成大祸 可要是上了法庭 法官可不这么认为 男警酒驾 这不符合规定 女警没办法 只能帮忙隐瞒这件事 向上警汇报的时候 据说开车的是他 男警做的是副驾驶 此时到阿尔蒙正在办另一件案子 给女警留言 抓完人后立刻赶过去 罚网恢恢 疏而不漏 过去犯的罪终究会受到惩罚 只是可怜了亚瑟 丧其之苦无助深渊 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 报出血恨 近年来 大量原住民人口失踪 警方坐视不管 失踪者家属在警局门前游行示威 据家属们所说 他们的亲人失踪了两次 一次失踪在现实生活中 一次失踪在警方的档案里 警察找不到失踪人口 但对游行者却有办法 一个拳头把游行者打倒在地 随后控制游行者 阿尔蒙看到警员的粗鲁行为 立刻下落阻止 亲自为家属解开手铐 不过上司的阻拦 开车送家属回家 中途了解一下情况 不如失踪一年多了 搭了个顺风车 然后再也没回家 家属九个月前向警局求助 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治安部认为布鲁是离家出走 妹妹认为不可能 布鲁18岁 有个两岁的女儿 爱女儿生过一切 所以不会离家出走 祖母给阿尔蒙一根羽毛 全家都给布鲁叫小蓝松牙 因为布鲁小时候喜欢捉弄家人 藏在任何能躲进去的地方 但这次不是 询问阿尔蒙会不会帮忙寻找 阿尔蒙坚定地表示会 晚上 阿尔蒙和同事一起庆祝圣诞节的到来 好友皮特在布鲁家附近办过案 他想问问皮特 看皮特了解布鲁一家吗 皮特不太了解 不过在调查一个叫凯文的人 布鲁和凯文的弟弟汤米在约会 调查凯文是想看看布鲁的失踪 和凯文是否有关 追踪到的唯一线索 都表明布鲁和汤米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是坐伤了凯文的车 车最后一次被看到 是离开边境的时候 他请皮特帮忙查下车牌 查车牌没问题 因为皮特知道如果找不到布鲁 他一生都会纠结于此 不久后皮特查到了车辆的踪迹 两周前在布鲁克林大桥被拍到 之后又在鸿沟区被拍到 鸿沟区是布鲁克林的一座连租区 那里枪支毒品泛滥 皮特调查了布鲁失踪那天 社交媒体上所有跟鸿沟区有关的帖子 终于发现了布鲁和汤米的身影 目前正在联系发帖者 挂断电话后 阿尔蒙立刻来到布鲁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 两人关系亲密母亲几年前去世 两人相依为命 凯文负责照顾汤米的持船 据阿尔蒙所知 凯文挣的钱不干净 干不干净的他说了不算 凯文有权销售免税相言 法律不同 是因为他们有靠自己的方式 在这个对他们极为不公的国家谋生 他就称之为犯罪 未免也太武断了 看他们如此激动 他急忙换了个话题 会不会是汤米说服布鲁私奔 毕竟人有时候会被爱情冲昏头脑 布鲁妈认为不可能 因为布鲁有孩子 难道因为他们是土著人 就认为他们会虐待一些寄儿童 他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只觉得当个年轻妈妈很不容易 密密看着照片觉得不对劲 从衣柜里拿出牛仔外套 如果布鲁在两周前穿过这件衣服 衣服又怎么会出现在家中 阿尔蒙再次查看照片 不能确定布鲁穿的是同一件衣服 因为执意是相信布鲁离家出走 不管是不是 他都要把布鲁找到 回家途中 不小心撞上一只鸟 他急忙下车查看 把鸟捧在手心 对着鸟轻轻吹气 鸟立刻飞走 转身看到布鲁的身影 这可把他吓坏了 好在是一场梦 刚醒来就接到皮特电话 布鲁妈来蒙特利尔了 就在警局外坐着 说完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布鲁的家人认为布鲁不会丢下孩子不管 应该会打电话回来 所以请皮特再复查一下布鲁的情况 找点实际的证据出来 好让布鲁家人安心 来到临时办公地点 把情况告诉女警 布鲁妈又出来找布鲁了 始终无法接受布鲁离家出走的事实 女警一直在想那件衣服 那是一件牛仔夹克 谁会在12月份穿件夹克 反正女警不会 皮特拿到一份来自毒贩的证词 毒贩两天前卖毒品给汤米 布鲁就陪在汤米身边 阿尔玛立刻赶到布鲁家 把情况告诉家人 不管布鲁有没有碰毒品 至少说明布鲁还活着 布鲁妈不相信布鲁碰毒品 而且在她看来 布鲁如果活着 早就打电话回家 阿尔玛猜测布鲁吸毒成瘾 不敢和家人联系 妹妹十分确定布鲁不吸毒 如果布鲁真的吸毒 警方为什么不把布鲁抓回来 不是不抓 而是在纽约州 18岁以后就是成年人 警方无法强迫布鲁 妹妹觉得阿尔玛在搪塞他们 阿尔玛知道有太多的原住民妇女失踪 也知道警方的搜寻工作做得不够好 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布鲁是离家出走的 所以这个案件不成立 除非找到其他证据 如果跟伊诺的警察起冲突 可能会被关起来 布鲁妈斥责阿尔玛 说她不懂被忽视的感觉 自己从早到晚坐在警局门口 无人问津 被警方当成空气 她说布鲁还活着 却要终止调查 这不是做事不管是什么 布鲁妈有预感 布鲁已经死了 看着痛苦的一家人 阿尔玛也无可奈何 晚上又梦到布鲁 只问她为什么不找自己了 还说她查错地方 真相已藏在黑暗之中 她需要倾听沉默的呐喊 女警和布鲁妈聊了聊 她承诺找到布鲁 也做到了 知道布鲁妈男友接受 但真相就是如此 布鲁抛弃了家庭 抛弃了孩子 布鲁妈打断她 不管照片和证人怎么说 他们都错了 布鲁没有离家出走 而是被人劫持 被人伤害 或许已经死了 自己曾深信女警和阿尔玛回帮忙 可他们却停止调查 对此女警无话可说 本想劝布鲁妈回家 毕竟外面零下二十度 谁知布鲁妈不愿意 她只能暂时离开 隔天 布鲁妈仍坐在警局门口 看着布鲁的照片 她做出一个决定 趁着警员出来抽烟的功夫 偷偷进入警局 来到楼顶 阿尔玛来到警局 只看到了布鲁的寻人解释 没看到布鲁妈 抬头发现布鲁妈站在楼顶 立刻朝楼顶跑去 可还是迟了一步 眼睁睁看着布鲁妈跳入自杀 布鲁妈离世后 警方对这起失踪案更加上心 女警找人分析了这张合照 发现了新的线索 当晚聚会的人当中 眼睛里有闪光灯反光的光影 且光源来自同一个方向 但失踪的汤米和布鲁 并没有这种情况 说明照片是披上去的 布鲁和汤米根本没去派对 这么说来 阿尔玛之前的推理是错的 这张照片是迷惑警方和家属的烟雾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人是坐凯文的车失踪的 得先找到他再说 但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 只知道他已经出境了 具体在哪还有待调查 阿尔玛把这件事交给女警去做 女警就拜访了布鲁的祖母 为布鲁和布鲁妈的事进行道歉 他不该紧偏一张照片 就断定布鲁是离家出走 祖母没有怪他 邀请他去家里坐 了解了一下凯文这个人 心不坏 几年前母亲去世 留下他和汤米相依为命 身为哥哥的他 担起家庭的重任 通过贩卖香烟赚钱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祖母不相信布鲁是兄弟二人杀的 这次女警得谨慎一点 还是先查一查再说 问了凯文家住男后 女警立刻赶去查看情况 大门是锁着的 他只好从窗户进入 墙上挂着兄弟二人的照片 房间里凌乱不看 像是没来得及收拾 却看了眼卫生间 柜子里放着汤米的药 说明两人是突然失踪的 不是所谓的离家出走 女警将这里的情况告诉阿尔玛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发现 几天时间过去了 案件依旧毫无进展 女警觉得不能这么下去 得做点什么才行 于是再度来到凯文家 打算进行一次详细检查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调料惯例 衣帽剪 沙发缝隙 哪哪都着了 一点线索也没有 坐下休息时突然看到 地毯上有个很深的印记 而且不止一处 掀开地毯后 他整个人惊到了 地板上有一层脏东西 建设员经过现场勘察 在屋子旁的地方里发现了松针 喷了卢米诺试剂 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 像是血字 不过得检验之后才知道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重视地板上的是血迹 目前正在与布鲁的DNA进行比对 地板被漂白剂处理过 只能从木板缝隙里取样检测 大部分都是泥土 头发和其他行为 不久后 阿尔蒙拿出凯文小屋的照片 请皮特帮忙查看 想知道地上的喷剑型血迹 是怎么造成的 皮特也很难确定 但他要警告阿尔蒙 留意案件没问题 但要干涉犯罪现场 那问题可就大了 劝阿尔蒙别再调查 案件很快被媒体报道 凯文已经被列为嫌疑人 警方正在全程通缉 女警在家陪孩子时 突然接到凯文电话 凯文明确表示 绝不会伤害唐米和布鲁 请女警相信他 女警相信 猜猜他知道真凶是谁 劝他说出真相 布鲁家人已经太痛苦了 这些他知道 否则不会再看到新闻后又回来 女警建议他和阿尔蒙谈谈 他却说此事不能让别的警察知道 他会开口 但只对女警依人讲 约女警晚上在某个地方见面 错过这次机会 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晚上 女警如因而至 凯文举枪出现 让女警放下手机 然后告诉女警 他不是最后一个 看到布鲁跟汤米还活着的人 他在边境接了皮烟草 把车装满 在松岭路被警察截停 其中一个警察命令他们下车 布鲁开始拿手机牌 因为他有前科 所以逃跑了 在不远处听到了三声枪响 等他出来后一个人影都没了 车也不见了 他以为是警察拖走 就没敢生长 后来才听说布鲁和汤米失踪 这件事发生在前年11月13日 先在新闻上到处通缉他 他得自证清白 不能再这么逃下去了 女警提议让他和自己的上司谈谈 他却极力拒绝 因为警察就是幕后黑手 会陷害他 女警急忙解释 上司跟其他警察不一样 很关心布鲁和汤米 会把他的陈述记录在案 他会被纳入证人保护计划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 可他却不相信 把枪抵在女警头上 观察四周无人后转身离开 女警立刻联系阿尔蒙 刚才和凯文见过 凯文说布鲁和汤米是被警察杀死的 觉得自己被陷害了 当女警提出让他见阿尔蒙时 他选择离开 现在只能等他再次打来电话 阿尔蒙又梦到了布鲁妈的死 这仿佛成了他心中的一道伤疤 惊醒后看到窗外的鸟 然后自己变成了石头 他再次被惊醒 原来还是个梦 女警本想调查11月13日松岭路的事 没想到访问受限 点进地址想看看有什么线索 却被同事打断 随后来松岭路汽修厂到监控 发现一辆警车跟在布鲁的车后 看来凯文没有撒谎 确实是警察杀害了布鲁和汤米 嫁祸给凯文 阿尔蒙本想帮助凯文 可他现在根本不相信警察 甚至还躲着警察 他们该怎么帮助 无奈之下 女警只好先去阿尔蒙那里 没想到峰回路转 途中接到凯文电话 对方答应好阿尔蒙谈谈 前提是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女警毫不犹豫地答应 有了女警的保障 约阿尔蒙在一家遇南餐厅见面 到达约定时间 阿尔蒙和女警没有出现 凯文不打女警电话 无人接听 原来两人在处理另一种案件 凯文家的血液分析结果出来了 不是枪伤或刺伤造成的 像是故意撒上去的 看到凯文的危机电话后 女警和阿尔蒙立刻朝约定地铁赶去 可惜来迟一步 凯文已经离开 此刻郑主被坐大巴前往纽约 没想到被警方逮捕 死在了警局里 凯文死后 线索就断了 三村村居民得知布鲁遇害 自发跑去青松岭寻找尸体 这里是布鲁和汤米被枪杀的地方 如果凶手有点懒 或许就埋在这附近 警方已经搜过这一片 没什么发现 树林太大 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无论多久祖母都愿意等 随后 阿尔蒙带来一则消息 汤米和布鲁失踪那天 一个叫丹尼尔的交警在路口之前 女警没听说过这号人 决定和他见面谈谈 但遗憾的是 对方扇离职守 已经一周没来上班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或许是凯文的出现警醒了他 这才躲了起来 另外凯文的死因已经查出来了 种种迹象表明 他是自己吸毒过量导致死亡 可问题是 凯文虽然在黑市蔓延 但从不接触毒品 肯定是这个叫丹尼尔的动的手 他一个人没这么大本事 说不定有同谋 这片树林得在扩大范围搜索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布鲁和汤米的尸体 阿尔蒙回去后梳理了线索 发现一个小细节 凯文家的地板方里有松针 房子建在山下 周围有很多松树 松针踩在木板里很常见 话虽如此 但阿尔蒙在意的是松针的品种 是不是和附近的松树一样 还是说来自其他地方 这个女警还真不知道 得去问问见识课 阿尔蒙则跑去平静中心找毕亚 刚进门就被后山的场景吸引 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红裙子 这是毕亚的作品 每条裙子都代表一个失踪的投注女孩 最近因为布鲁的案子 阿尔蒙明怎么休息后 毕亚看他有些疲惫 好心安慰了几句 没过多久 女警带了一条关键信息 经见识课检验 凯文家找到的松针是百松 和房子附近的松树不是一个品种 证明是从其他地方带进去的 或许和杀害布鲁及汤米的凶手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两人的尸体很可能被埋在百松附近 青松里的松树品种角度 大部分是红松 但有一小片区域种的是百松 警方的搜查小组没搜过这个地方 尸体被埋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 阿尔蒙立刻派人去搜 果然发现两具尸体 应该是遇害的布鲁和汤米 两组牙科记录违和 身份得到证实 现场还发现一个弹壳 光纹独特 是警察专用枪支 弹道检测应该能查出来是谁的 但检查内部现在不安全 还是另找地方做弹道测试 法医检查过尸故 杀死汤米的子弹击中软组织 但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布鲁后脑勺中了一枪 应该是在投跑时被击中的 身份基本上已经确定 阿尔蒙把这个消息告知家属 遗体现在还不能认领 等做完弹道分析 抓住凶手后再放心安葬 事关重大 阿尔蒙没有耽搁 找熟人帮忙做了弹道测试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 查到了两把不同的枪支 而且都注册在警员名下 两把枪没有尸件或丢失记录 一号枪射出的子弹打中汤米 枪支登记在脚警丹尼尔的名下 二号枪击中布鲁 过程中开了两枪 枪支登记在皮特名下 看到这里 阿尔蒙整个人惊住了 他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好友 竟然是个杀人犯 有那么一瞬间 他希望是报告写错了 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太大 打算回家冷静一下 没想到皮特夫妻来家里做客 阿尔蒙假装弱无其事 和几人玩起纸牌游戏 妻子察觉到他情绪不太对 但也没说什么 听说汤米两人的尸体已经找到 皮特认为是凯文干的 阿尔蒙故意吃反对意见 这件案子不一定和凯文有关 有可能是汤米发现凯文和布鲁有一腿 三人起了争执 凯文失手杀死汤米和布鲁 然后因为愧疚 他要死在牢里 可如果人是凯文杀的 那交警丹尼尔为什么要逃跑 难道他也参与其中 这些话把皮特问得一愣一愣 只好转移话题 尸体是怎么被发现的 在凯文家留下百松松针 这种松针比较特别 会粘到衣服上到处都是 青松里的松树种类有很多 唯独白松只有那一片区域 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说完这些 阿尔蒙又讲了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只蓝松牙 又冷又饿 想要找个舒适的气神之所 但林中的每一棵树都拒绝让他停歇 最后没办法 飞去了松树林 向松树诉说自己的需求 松树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的松针虽然单薄 但至少可以帮忙度过寒毒 听完这些话 蓝松牙露出了真面目 他根本不是鸟 而是魔法师变道 他祖咒这片林中的每棵树 在冬天掉光叶子 唯独松树可以四季长青 故事讲到这里 皮特好像明白什么意思 阿尔蒙妻子总结一句话 人不可貌相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某些人背后的故事 跟外表截然相反 阿尔蒙随身附和 皮特显得有些紧张 局会结束后 妻子问阿尔蒙和皮特怎么回事 两人看起来不太对劲 阿尔蒙没有隐瞒 射杀布鲁的子弹来自皮特的墙 凶手很有可能是他 妻子听了也很震惊 不知该如何回应 只能以拥抱给予安慰 第二天 阿尔蒙把这件事汇报给上级 虽然两人是朋友 但做错事就必须接受处罚 领导很难相信这个结果 但听了阿尔蒙的叙述 还是决定把报告递交内部 看上头怎么解决 另一边 祖母给女儿和布鲁举办了一场送别宴 前来参加的人全都盛装出席 阿尔蒙也不例外 祖母首先向他表达谢意 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布鲁才能回到他们身边 和家人团聚 报告交上去之后 内务部很快就有所行动 有传言说 内务部对布鲁的案子如此上心 肯定令无隐情 听说有个高级警官想销毁证据 拿走了案子最关键的子弹 内务部准备对其实施抓捕 这个人不是皮特 而是阿尔蒙 听到两人的对话 尼克有些惊讶 不相信阿尔蒙会做出这种事 但为了让自己放心 尼克还是跑去向阿尔蒙求证 阿尔蒙听到这些谣言 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开车离开 去皮特家查看情况 听他妻子说 皮特一早就出去办案 明天才回来 阿尔蒙知道这是借口 但没有在皮特妻子面前多说 直接开去他的庇护所 并把地址发给女警 让他过去抓人 到地方后 皮特的车停在这里 看到门没关 阿尔蒙直接走进 房间里乱七八糟 像是发生过激烈打斗 华氏四周五发现 丹尼尔的证件在这里 还没搞清怎么回事 外面就传来声响 透过窗户一看 有辆车着火了 急忙跑出去查看 车是凯文的 皮特说被丹尼尔开到这里 车上放的全是走私香烟 当晚他们拦车进行扣压搜查 谁知汤米突然掏出一把枪 丹尼尔处于本能做出反击 这个皮特觉得合情合理 阿尔蒙不想听废话 只想知道那些消失的子弹拿去了 这个皮特不是很清楚 但据他猜测 丹尼尔应该在弹道分析部有熟人 对报告做了手脚 散播是阿尔蒙开枪杀人的谣言 还把凯文的车开到这里 栽赃架火给皮特 他这么做 明摆着是在陷害两人 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车是丹尼尔烧的 皮特并不知情 阿尔蒙不信 车里有个被烧焦的人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丹尼尔 如果要畏罪自杀 何必多此一举 选择这种方式 肯定是皮特干的 两人是40年的好友 阿尔蒙不希望皮特有事瞒他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皮特也不藏着掖着了 这一切都是丹尼尔的计划 他知道凯文会拉一车走私烟 经过松岭路 于是穿脱皮特和几人在半路拦截 事成之后给他们分钱 皮特没禁得住诱惑 答应了丹尼尔的提议 可谁知中途出现意外状况 凯文出于害怕溜走了 布鲁泽拿出手机录像 质问他们有没有管辖权 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丹尼尔失控 想从布鲁手里抢过手机 汤米站出来阻止 结果中了丹尼尔一枪 皮特当时就慌了 布鲁在全程录像 一旦曝光 他的职业奢业可就完了 所以他别无选择 只能朝布鲁开枪 没有证据和目击者 这件事就不会有人知道 可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 杀了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阿尔蒙可以给他去自首 争取让法官宽大处理 可皮特不愿意 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证据虽然被销毁 但阿尔蒙这里有备份 还有子弹的照片 他是逃不掉的 目前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自首 好说歹说 皮特终于答应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皮特反悔了 或者说他从未想过要自首 他默默举起枪 朝阿尔蒙射击 索性没有下死手 只是打中肩膀 男警和女警赶来时 阿尔蒙倒在地上 皮特不见踪影 意识模糊时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男警见此状况 立马打了急救电话 阿尔蒙复当命当 不会有事的 三重村的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